112年度花蓮市市長被錘球錦標賽 7月1號上午在中流公園熱鬧開打 市長蔚家彥一大早就前往現場 為來自全縣各鄉鎮市的選手們交打氣 選手們緊握球桿瞄準方向 團隊合作力拼賽事的最佳成績 這是112年花蓮市市長被錘球錦標賽 1號上午在中流公園熱烈開打 意計是120人 今天是報名最小的是14歲 那也是差不多要上國中的 然後最高的是96歲 然後這段時間就是變成說老少嫌疑了 市長蔚家彥一早也前往 為來自全縣各鄉鎮市的選手加油打氣 並協同嫌疑員蔚家賢 和嫌疑會秘書梁澤斌等人 共同開球為賽事揭開序幕 我想花蓮是一座愛運動的城市 那我在各單項的一些活動 我們都長起來支持我們市長輩的運動 那也希望說有一些 我們不管是職業或是非職業的一些選手 都能夠一起來參與我們的比賽 那也希望說運動 大家要養成運動一個好習慣 那讓我們每一天都有這樣的好習慣 來促進自己的身體健康 這項賽事在華蓮市公所的指導下 今年首度由華蓮縣體育會主辦 會集120名垂球好手組成20支隊伍 採取五角巡迴賽制 分別在四個場地中同時舉行 要讓選手們相互交流 以求會友激發腦力促進神心健康 記者徐立琴華蓮市報導 要 要